这两天羊羊群里面好多人都在分析这个羊价 有的人说下半年羊价要升高 有的人说近年羊价还要持续下跌 这个东西怎么说 羊价行情这个咱们左右不了 咱们也分析不了 是不是 其实羊价的高与低 咱们要看市场上的羊的存在数量 羊多羊价又低 羊少羊价就高 是不是物以细为贵嘛 另外还要看国际局势 如果国外进口的羊肉比较多的话 咱们的这个羊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就现在我的粉丝里面有很多今年准备想羊羊的 又犹豫不决 像这种想羊羊但是又不敢羊羊的 一般是受那种倦羊羊的师傅的影响 比如说你倦羊技术条件差的话 羊羊技术也不好 而且草料成本控制也不好 这样的话今年的行情可能是赔钱 一旦赔钱的话 就会影响那些羊羊新手不敢进入羊羊这个行业 其实怎么说像今年这个大环境不光是羊羊 其他行业都局部为监 就是说都很难挣到钱的 别的行业也不挣钱 收入水平降低了 自然羊羊肉的消费水平也降低了 是不是 众所周知最近羊羊确实不理想 也伤了很多羊羊师傅的心 这没办法 市场行情人员 它不会因为个人的一些感受而照顾你 在羊羊过程中 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傅都这样想的 羊羊不理想 再挺一挺吧 看看有没有人退出 有人退出的话 羊一变少的话 羊羊就上升了 我就把他们熬过去 我就等着羊羊上岛就行了 其实这种想法怎么说 理论上是对的 但是架不住都这样想 是不是 你就现在看看你身边的一些现实状况 有多少人手里的大牡羊 有很多呀 是不是 现在的大牡羊都进屠宰场了吗 没有 绝大部分还在农户那里 所以说至于今年羊羊高不高 你就看身边的朋友的手里的大牡羊 多不多你就知道了 我就不明说了 大家可以自行考虑 还是那句话 羊羊三年入行 五年懂行 十年称王 贵在坚持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